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聽風雲高 多謝各位的支持本人陶傑的Patreon 和鮑偉聰也非常感謝各位的加入 請按個小鐘 給個like 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這次向歐洲展開一場外交的攻勢 他首先訪問法國 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 然後還會去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這三個國家的選擇是別有心機的 首先法國就是西歐的重振和歐盟的龍頭之一 另外匈牙利就是歐盟的邊緣國家 因為它的右翼的總統奧爾班 在國內的種種民族主義和反移民 都是和歐洲議會不同調 和奧爾班是比較親中 至於塞爾維亞正在申請加入歐盟 但是也都是斯拉夫語系的國家 是和俄羅斯較近 而且是和中國的關係是非常之好 所以這三個國家是連成一線 承認習近平這次外訪企圖 是突破歐美的外交圍堵的一招 但是有沒有用呢 訪問法國之前 法國的國家電視台第二台 就播了紀錄片 就顯示中國在法國 尤其是巴黎 在派主的秘密警察 在這些部門就任意拘留 流亡在法國的一些中國的異見分子 而且是百般威嚇和引誘的 是將他們遣返大陸 可以說是如有無人之境 法國政府 你也知道警方做事 一直都很漏爆的 警方和情報部門 又互相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協調的 突顯了這個中國人權的惡劣的記錄 以及現在習近平主導之下的中國 那個戰狼的外交不特意 而且就已經將接手伸向西方國家 對付國內的異見者 你今天就對付流亡的那些而已 明天如果拉完之後 也都可以對付在西方國內那些 反對中國的人和組織 前幾天在這個倫敦 King's Cross的車站那位鋼琴師 是又有續集的 遭到一名白人的親中分子 拿著這五星旗 和那些政治標語去滋擾 可以說在這個秘密警察 再加上金錢利誘之下 中國現在對歐洲和美國的影響力 是不但沒有減退的 而且還在那裡擴張 凡此種種形成法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複雜的 但是很明顯這次的歐洲之旅 最重要的就是要穩住歐洲這個市場 和離間分化歐美的關係 到底會有多成功呢 鮑先生 這次習近平訪問這三個國家 當然是選擇過了 特別是法國 因為法國的政治從來在二次大戰之後 和英美都是有一些貌合神味的 特別是對美國 因為在大高樂主義之下 對中國或者是美國的敵人 其實它都是會採取一個特別的對待 比如說在中國 它是最早輸出核能的國家 法國也都參與興建很多在我們廣州一帶 包括大亞灣的核電廠的設施 另外對於中國的貿易 它是除了化妝品之外 其實航天、核能 這些都是很大宗的出口的 當然另外 就時裝或者是一些消費品 紅酒也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對中國的市場 馬克龍都說明了 我們需要中國 但是它面對同時間尷尬的地方 就是爆發了烏克蘭戰爭之後 因為中國援助俄羅斯 已經是十分明顯和過分了 它沒有辦法再視而不倒 和可以兩面三刀一邊繼續做生意 和一邊可以討好中國 它也都面對歐盟和北約的壓力 所以馬克龍在這段日子裡面 都被人覺得它有些曖昧的 直至去到之前 對於中國幫助俄羅斯 它終於要擺出一個立場 所以這次的訪問裡面 它也都說到 要將俄羅斯的問題 擺上去和習近平討論 但是我認為是沒有什麼結果的 因為中國既然連美國都可以 不管何況你一個法國 而且它明知道法國你需要中國的市場 也都知道你不能夠放棄了 對於化妝品 消費品 這些出口 特別是這次馬克龍都說明了 對於法國的化妝品 在中國可以盡量放寬入口的檢查 以及甚至同意中國可以派檢查員 去到法國化妝品的生產線裡面 所謂交流其實是監察 這些條件它都願意接受 你就知道法國這次是 只不過是一個陪酬 以及在歐盟裡面 擺出一個友善的態度 希望繼續討好中國而已 所以這次我覺得 麥克龍是會喪失了民意 也是會令到北約和歐盟對於這個左翼的總統 是更加覺得它的誠意和立場是會動搖的 這次匈牙利和塞爾維亞更加不在話下 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經濟上面 甚至政治上面都是依靠中國 特別是匈牙利 已經被視為特洛伊穆瑪的一個缺口 因為匈牙利在一帶一路上面 率先舉手支持 以及大力引入中國的資金 現在整個國家主力都是靠中國的貿易去維生 所以情況這次是一個 習近平獎勵支持中國的歐洲國家之行 也都擺出一個姿態就是聽話的人 聽話的爐仔就有蘿蔔吃 不聽話的爐仔就沒有蘿蔔吃 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法國無論如何都受制於現在歐洲 歐盟的態度 因為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而馬克龍也是非常反俄的 德國、波蘭等等的國家 極度不滿中國軍事援助俄羅斯 但是中國也不會制止 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一日不結束 整個歐盟、歐洲的生存 是受到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脅 所以其實在技術上 中國現在是和歐洲來講是敵對的 因為和俄羅斯正式結盟 有一場熱戰在烏克蘭正在發生 歐洲已經覺得其實退無可退 尤其是另一方面 那些所謂的新則生產力的代表產品 就是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一向暢通無阻進入歐洲市場 現在就大量堆積 因為歐洲已經決定最早在8月 就會對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徵收關稅 來防止這些中國電動車摧毀 和影響歐洲的工業 但是現在馬克龍唯有成為中國的一條槓桿 想借馬克龍打開整個對歐洲的僵局 歐洲是堅守市場經濟的原則 其實就是反對補貼 既反對中國對電動汽車 和其他這些綠色能源產品的補貼 也都是反對美國對那些產品的補貼 那現在中國有一個切入口 就是現在美國的眼見在中國打毛波 用這個國營經濟的主導力 就是補貼電動汽車 比如拜登都已經撥款270億美元 是補貼美國的晶片製造業 所以現在中國在那裡就說 我補貼 你也補貼 那搞到歐洲在中間就左右做人了 所以上一次德國總理舒爾茨 訪問中國的時候 就被中國哄到他在北京 他說是反對美國補貼的經濟的產品 例如晶片甚至是電動汽車 那就可以成功把德國拉過來幾寸 但是整體來說現在非常形勢危險的 不僅是電動汽車 最重要的就是烏克蘭戰爭 你現在這樣分而自之 也都是非常明顯的 你這三個國家的選擇 歐洲都不是傻的 只是會令到他們和美國加強那個戒心 所以這次我覺得就算這個叫電動汽車 你是不是想借著馬克龍走去遊說 叫歐洲放行 給那些中國電動汽車從此大舉進入歐洲大陸 也不需要享受高關稅 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次又是面對面的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 九成九都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這些大政策和大方向不可動搖 但是對於馬克龍來說 法國始終幾十年來對中國的市場都是流口水 希望可以面對面的游泳習近平 大家都趁這個機會 你想騙我的游泳 想我讓步 我又想你開放一些市場 讓我先進貨 然後其他重大的這些障礙 烏克蘭這些戰爭 是仍然是源於不決的 現在看看是怎樣的 洞洞洞洞洞 大家有些走位 對於法國來說是拿不到錢的 但是其實現在中國它的外匯存底 購買能力 是吧 它的出口和國內的失業 已經是重重危機 這些馬克龍就不知道他知道和了解多少 所以這一次對於法國來說 他看到德國對中國強大的出口 那他自己的消費品、名牌、大媽的旅遊業 那些步伐戶來到巴黎又大大下降 因為大陸真的沒什麼錢放過來歐洲買東西 法國再買什麼東西呢 一帶一路當然齒路不通 是吧 而馬克龍也知道那個人權的問題 所以這些訪問其實對法國來說是5354 不過對於馬克龍來說就有好過沒有的意思 是吧 上年他訪問中國的時候遭受到熱烈的歡迎 也都和習近平相見甚歡 但是可惜他回到歐洲之後 特別在法國國內遭受到很嚴厲的批評 就覺得他有些波而奉承 甚至對中國過度靠攏 特別是相較於歐盟的主席馮德萊恩 比較強硬的一個女子 他就更加顯得軟弱和曖昧 這次據說都會和馮德萊恩、習近平和馬克龍三方的會談 有馮德萊恩在鎮住歐盟的立場 那馬克龍也不會好像在中國裡面那麼軟弱 應該在烏克蘭的戰爭問題上面要表態 一定要提及 不可以顧左右而然怕 因為這次繼上年訪問之後那麼久 中國支持烏克蘭戰爭在俄羅斯的軍備方面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而特別是也都關乎台灣的問題 因為國內那時候都批評過了 說這個台灣對於歐洲來說也都十分之重要 因為全世界都是靠台灣的台積電的晶片去運行的 如果一旦台灣有事 歐洲這個雖然在地緣政治上面 遠遠不影響到它 但實際上在經濟上面也都是有關係的 當然這個馬克龍的立場 就一定會講到很亮麗的說 他們在台灣問題上面立場是不變 去維持台灣現狀 但是其他也都沒有再表態了 那免得罪到中國 所以其實這次他接待習近平 都要付出一些代價的政治代價 不過這個人呢 都已經豁出去了 我覺得已經 特別是在國內 其實他們在內政上面 都有很多被人批評的地方 那這次我想 不會有什麼突破了 陶先生 至於下一站 這個習近平訪問 你們可以有時候突破了 就會搞到什麼 蠔品 在大陸還是大陸 就開始順暴 那我要局uren 還佔了 然後 加上 你原因是 那些車 搞到污染漲氣 而且當地的人是擔心 你在這裡建的電池廠 是污染那裡的河流 所以也都是引起了內部的分化 這次這些匈牙利 雖然政府是親中 但是它始終是民主社會 民間是大把抗議 覺得你引入這些中國的投資項目的電池 在這裡搞到他們雞犬不利 所以就算法國、匈牙利 對中國友好其實是有很大的隱誘後面 而歐盟和美國當然密切注視 至於塞爾維亞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國家 所以這次習近平這次出來 訪問完之後回去就要接待俄羅斯 來來訪北京的普京 所以這兩大外交行動 對今後中國的戰狼 和對世界的擴張 和各種台海、南中國海、戰局的報紙 有何影響你密切主義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在這個網絡世界 太吳士河畔都一樣可以是 負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封雲汇 拜清德蕭美琴的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 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短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跟劉正和梁振力 有某種的類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 剛才聽到查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找你做光明鼎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世良 接著劉世良就帶著沈旭暉 葉蔭蔥、梁啟智、朗天 這群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群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傢伙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亦是一個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 地下宵 首雲谷在 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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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